来到KEL的第二天,我们就来吃早餐 这个叫人人一张式酒驾 其实很常是吃点心的 它这点上很多点心 然后呢,它每个点心只有3块钱而已 比较传统应该做的很久 老店那种的感觉 我们叫了这些,全部都是那些点心 应该有一些还没有来 这些船上的马装油好疯人 这边里面有点 哇,很想看那边建筑,有没有想见 中国的那个杭州 江浙一带的那个建筑 有没有想到再去中国呢 马来西亚那个行政区 中央行政区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马中友好公司 这边马来西亚跟中国的 关系也是算很好啦 也算不错 这个看起来好像柳树 在中国呢 我记得我们去那个杭州的西湖 那边有蛮多的类似的 武士在韩国 这边就是 马中友好公益公益的那个前面的一个湖 那边有两个桥 这个桥是最美丸的 第二天我们住这个Platinum 2 KL 它算一个 Service Department 我们乖的拉扫 他坐到这个Hotel这样 这边就是他的 厕所 右边是冲凉 那边就是 鲁厕的地方 然后 这个是他的房间 哇 是不是很美 又大又美 又很class的样子 水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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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来到吃晚餐的时候 现在是 第二天在KL 我们来的这个最 Petanet Street其中一个最hot的一个中国兰州拉面馆 这里呢其实呢是清蒸的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马来人游客火人都来这里吃 应该是没有错的话是从中国Muslim来的 他的那个厨师老板 看来他们现在他们的那个饺子 在做饺子的地方 东西啊那是应有尽有啊什么东西都有啊 看来他们厨师有一些肯定 他里面厨师如果没有错的话是从中国来的厨师 这边也是他里面东西从里面到外面都是坐满有人的 这边是19在HTXPJ那边 靠近SXPJ 这边环境不错哦 这边四边多的湖 然后四边多的湖 坐在那个外面 所以有一个小湖那边可以看 天气也很好也很清新 比如说我们来这里吃个早午餐啊 这里是在发生的Batai Lao那边 这边其实我吃了喝死不多年了 他东西是蛮好吃的 Batai Lao那边觉得很好吃 所以你看你们都是能餐厨排 一早过来就有人来排队来吃早餐 是蛮很难的 而且在发生的你可以讲附近话 全部人都会听 I mean 电的人都会听 我刚刚也是跟他讲附近话 这是我们叫这个包子的Batai 这就是他们的那个大支骨 我们叫Batai Lao那边 现在已经很早吃了 我吃过很多吃了 就是它的药材味是刚刚好 最开始你会来吃 我们要回这槟城的那个在南北大道 我们是二点出发 那现在已经差不多四点 走了四个小时 Batai Lao 我们应该现在已经回到 Batai Lao 一季到达的时间大概是六点出 应该要花六个小时多 过期是六个小时多 再这样子只还算是可以接受 回去南方日北方的话 最好是在早上四点前要出发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那个邮件 OK 拜拜 拜拜